好在这边 Digrant AB 是parallel to x-axis 所以AB parallel to x-axis 的时候呢就代表 他们的高度是一样的 在这一边其实我是0 都号Y 然后这个是XE 都号Y它的高度 都是在YE 所以这一边是 YE或者是我不要用YE 我用C来代替OK 因为C是它的Y 0都号C 然后XE都号C 这样的一个东西OK 它的高度都是C OK 在这一边呢它是在Y-axis 我们记着一个口诀 那个口诀就是X intercept 然后 Y 0 在这一个它是它的Y 所以我就sub 那一个X等于0 在这一边 所以我这一个我要sub X等于0 所以A的部分呢我要sub X等于0的时候 我的X等于0 0 然后我的X等于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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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所以这边settled 然后B呢我要找它的Axis Ox Ox 我要找它的Axis O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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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x会是等于6 所以我的x等于6 ok 然后它的那个 呃 y 是-5 因为它的高度跟这个一样的嘛 这边是-5 所以我的c 我的coordinate of v 就直接拿到0都号 6都号-5 ok 我就可以直接拿到了 ok coordinate of maximum point p maximum point p就是我的x等于3 的时候 然后过后我的y 会是等于多少 ok 所以我的d 的这个部分呢 x等于3 所以我的f of 3 会是等于-3 square 加6乘3 -5 然后-9加18 -5 然后拿到的是 4 所以3都号4 是我的p 3都号4 ok c的这个部分呢 它还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知道它的那个 呃 高度是-5 就是说我的这一边这一个 它的y的部分是-5 so我的y的部分 会是等于-5的时候 ok 我的这一个 呃 fx会是等于-5 c的部分 我的fx等于-5 也就是我的-x square 加6x -5等于-5 然后我把所有的东西搬过去 为什么搬过去呢 因为我要让我的x square 变成positive 所以我就有变成x square -6x -5加5 没有了等于0 然后x 抽出来 x-6等于0 所以我就有x-0 然后x-6等于0 然后x等于6 0 6 0已经是在这一边吗 另一个是6啊 所以我们这一个b的点就是6 豆号-5 ok 这个方法就比较难明白 但是这个你一定要懂 axis of symmetry 的property 是这样 0 3 6 它的中间嘛 这样 就我怎样拿到那个6的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 y 呃 y1 我的0 加y1 除2 等于3 因为它中间嘛 所以我的y1 等于6 这样我把这个称上去 ok